我一看 歌唱比賽 我說老闆 我先前說 所以我去樓下看一看 比賽好不好比 我一看 唱那麼爛 趕快報 是念實踐家專 是不是? 對 實踐家專 你沒有練吉他 怎麼就當了吉他社社長 我在高三的時候 我沒有練高三 我是同等學歷考上大專的 這就有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高三的時候反正我休學了 休學的時候 媽媽覺得很對不起我 她發現 我媽媽第一個發現我會唱歌 什麼狀況發現了? 不曉得 可能我在廚房吧 還是洗澡的時候唱歌 我媽媽就一直在注意 她覺得我唱得很好聽 然後我媽媽很希望女孩子可以學點樂器 可是我們家是軍券沒有這麼有錢 我們在那個時候的環境 學鋼琴是很貴族的 學吉他那是搞什麼 什麼泰妹 就是阿菲才在那邊彈吉他 但是那時候是開始 校園民歌開始流行了 那時候已經開始了 其實開始 楊玄他們開始 我就是觀眾的時候 我媽媽就送我一把吉他 我就買 我就是真的自學 就買了一個書 什麼簡單和弦照的樣子 在家裡彈 而且我媽媽還常常聽我在房間裡面自己唱 是 她還叫我錄成錄音帶給她聽 她真的就是在家裡這樣常常聽她女兒唱的 所以錄下來了 錄下來了 對 那那些帶子呢 不曉得應該現在還在我媽媽房間 真的 從來沒有被別人播放過 只有在你們家裡播放 很多了嘛 對 可是 你會 要求越來越高嘛 是 尤其是 那個時候滿街人手一把 只要是大學生 或大專生 舞專生 每個人都有一把吉他 然後後來又流行什麼 我媽媽送我的那把是剛弦的 我想買一把尼龍弦的 是 對 可是 那個時候的孩子真的比較替父母想 是 我現在覺得爸媽給我錢是應該的 我要 服裝到名牌 我要這個我要 我還可以刷卡 沒有這回事 那時候我們就希望說 可不可以自己靠自己打工 賺錢來買自己要的東西 學費都自己賺 去民歌餐廳唱歌 對 我去代班 我就希望有一把比較體面的吉他 所以我就去勇其百貨 我還記得 我正要付錢的時候 看到旁邊一個隨隨便便的海報 說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獎金當然不一樣 但是都一樣的是 吉他一把 最起碼也可以拿到一個吉他 有獎狀 誰要獎狀 沒關係 獎狀 其他獎金 我一看 歌唱比賽 我說老闆 我現在先錢收 所以我去樓下看一看 比賽好不好比 我去看 你怎麼唱那麼爛 趕快報名 現場就在比了 有人在唱 其實那都是唱片公司 那時候就是說 就是 看準了 吃定我們這些學生 不是一陣風潮嗎 很愛唱嗎 而且每個人至少都會唱一些 對 就在那邊辦比賽 來找人才出唱片 就是動不動和其和其的嗎 那時候最賣錢的是金運獎 聽說跟你一起比賽的人 裡面有李立芬 我們是海山唱片公司辦的 叫明遙峰 對 李立芬是我們內界第一名 是 第二名是正乙 正乙 第三名 他的名字叫吳四名 就是他得第三名 是 好像到美國去了 你得第四名嗎 我是第四名 倒數第二名 第五名蘇萊 倒數第一名 倒數 怎麼這樣講 這是說得名的 得名的 然後你拿到吉他了 當然啦 吉他拿到了 所以從此開始 有機會出唱片了嗎 對 我們就是那些得名的人 其實除了得名之外 其實他整個比賽 他都錄起來 我那時候曉得一件事就是 你參加比賽 會變成前三名 並不表示你是一個欣賞型的 可是他回去聽聲音 因為什麼 有的人現場很炫啊 造型啊 或是颱風啊 什麼東西的 可是他的聲音 是不是贏過沒有名字 不見得 沒有得名的 他可能那天緊張 或怎麼樣 對 他的聲音很有潛力 唱片公司都心有數 全部都找我們來試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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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